岸田除了首度表态自己没有出席北京冻澳的计划 也说美国在声明中没有使用到外交抵制这样的名词 所以对日本会不会派遣官员与会 日本政府目前还在讨论 而路透也分析岸田的言论 认为日本比起宣布外交抵制冻澳的西方国家 其实态度已经明显的温和许多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